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来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命运老师 首先欢迎我们的风水大师陈冠运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女生们在哪里 在这里 人生只要你拥有它的时候 人生的就从此不一样了 谢谢 来 接下来欢迎李玉菲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艾菲老师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欢迎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陈大天 大天你好 大天你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接下来欢迎何芳 大家好 陈哥好 今天要聊的是命运的决胜点 老师说命运的决胜点 人生从此不一样这样子 来来来 我们问一下 何芳也出新书 加一个新专辑是 是是是 我要送给你我的作品 这是我出到三十周年 三十年 你现在人家都问问 你出到几年了对不对 三十周年 哪只三十周年 你少算了吗 真的啦 三十一 对 用农民力 用农民力虚碎来算 大概有三十五年 没有没有 不不不 一定要跟我请坐 真的三十年 那我这次其实里面是 单曲 然后有MV 然后加这个电子书 用USB的形式 然后里面就像一个书一样 里面打开再一个木盒子 这样子 是 OK 谢谢 这是我的青春风凰的岁月的济世 这样子 对 而且里面 还有电子书 对 之前也只听到何芳在电台里面 好听的声音 把我们主持电台节目 对 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不过你讲的时候 这个电子书就开始聊到说 何方都在我们的回忆当中 所以你的青春岁月里面 21岁的 是一个人生的转类点 对 我21岁那年 包含我父亲过世 然后我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好早 对 包含我人生广播的路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点打开 然后音乐的路 那时候有点打开 可是因为我父亲 因为生病 所以也生病 情绪各方面也有很大的冲突 说爸爸 之前 在海灾的时候有牢狱之灾 那时候台湾其实有票据法郎 你们家原来是做生意的 好 那你是不是从小就是富家女 可是我们家在我爸爸赔钱之后 然后我开始上大学18岁 我才知道我们家真的非常的有钱 可是我爸爸从小就让我们 该坐公车的就坐公车 他也从来不会说 给我们什么特殊的待遇 听听看 你原来的富家女的生活 你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钱 是什么情况 大概有一点知道 但是我爸爸给我妈妈的钱 就是刚刚好 所以我们家是不会恶到 但是我妈妈常常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钱其实没有这么多 我好像印象当中 在大概30年前 我妈妈就说 我爸只给我们全家 大概就是4万块钱的生活费 30年前了 但是4万块可能也是 现在大概7、8万 那你爸他自己把钱 用去哪里 所以他也很节省 他就是白手起家 可能也觉得赚钱不容易 爸建筑 就营造厂 营造厂 所以他其实那时候是有甲种牌照 像像故宫的扩建的局部的建设 或者一些什么高等法院 或者是永乐市场 就是是甲种牌照 那这也已经很强了 老师 很厉害 大工程 对啊 这个都算大工程 而且工家机关大工程 对 但是后来就是 去投资饭店 到台中去投资一个饭店 我跟你讲 不熟悉的产业 不要感觉好像都是土地就可以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被咬住了 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又碰到 十年的那个房地产不景气 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房地产 然后就去贷款 去做很多周转 就那个时候房地产不景气 很可怜 手上都没有钱 但是很多的房地产 对 当然有多少房地产 说多 第一个台中就有一个饭店嘛 台中有一个饭店 但是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会经营 是很可怕的 也是 因为他就是一直要很多现金要支出 然后你也搞不清楚说问题在哪里 但是怎么就一直烧钱 就你不专业 后面下面的人 像现在疫情饭店也是影响很深 那一下子一下就很恐惧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中美断交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状况都是风声鹤唳 所以那段十年 其实大家整个都崩盘 然后还有当时在西门町 现在很多人太不记得 一个人人百货 你们可能太小 不知道 小时候有一个霸汇公司 我只知道狮子铃 对 我们是中华路那边 然后那个时候那栋大楼是我爸盖的 所以我们大概有分到 你爸盖的就是你们家的 没有 就跟人家地主和解 那大概就是有几层楼 所以可能也 然后中永和我们有一些房地产 大概永和大概五六栋 然后西门町那边大概有六七百坪 后来爸爸犯票据法 被抓去牢狱之灾 对 因为那时候的票据法 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还钱 然后别人把支票拢了去 就丢进去的话 你就会被通缉 然后你欠多少钱 你会被关 可是后来的那个 票据法废掉的原因是 很多公司的负责人都是太太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去探监的时候 我跟你讲人多到 监狱有一段时间 真的多到像菜市场 去探监人就这么多 然后哭天喊地 小孩没有妈妈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政府 也发觉这个问题了 那我爸爸那个时候说真的 耳朵又听不见 半生不遂 其实他还是被抓进去 但是他在那边的话 就住在他们的病房 然后我有印象当中就是 好像据说还要派一个人 在那边 所以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 对 那后来也算是扶完劳益 就回到家了吗 他没有扶完 因为他欠的钱太多了 照理讲 他可能就按那个金额的话 他可能就是要关很久 是到政府发觉 那个不行 就是太多太太都关在里面 家庭会破碎 所以才改变 就是说票据法 所以后来爸爸有回家 对 就等于带我16岁到21岁那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是蛮辛苦的 就是他眼睛就看不见耳朵 听不见到半生不遂 其实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不平安 所以他情绪就会非常的暴躁 然后他被很多仇恨抓住 他很希望就是写壮志给去告人家 爸爸回到家里之后身体不好又负债 所以经常会情绪失控 对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在节目里面 我们开始在讲糖尿病这件事情一定要控制 我爸糖尿病没有控制之后 整个人后面眼睛的问题耳朵的问题 还有中风 这些其实都是糖尿病的后遗症 然后他后面其实也是晚年糖尿病的严重失控 就会有一点点老年失智的前期 那老年失智有一些部分就是会比较 应该算是有点妄想 破坏妄想 或者是就是他就是怀疑我妈妈 因为没有安全感 他怀疑我妈妈就有外露 因为早期我们家都是住那种80到100坪的房子 那后来就整个没了 我们就租在25坪的房子 所以你后来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日本去发展 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那个日本的制作老师 他就请了中文翻译就说 把我带到 他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我就很害怕我 对 怎么了 可是没有 因为有中文翻译在 我比较不害怕 对对对 日本也有潜规则吗 对 我跟你讲还好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特 我觉得到处都有潜规则 不是那一次 那个日本制作人 他应该也应该是有潜规则 所以你后来有一个机会就到了日本去发展 对对对 这一段 你是怎样被发掘到日本 没有 因为 为什么这欧阳飞飞 翁茜玉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我21岁那一年其实就发生很多事情了 那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家里没有钱嘛 我要一直想办法去打工 所以当时是 只要有机会我都去试试看 有一个朋友请我帮他录一个demo 就是歌唱的带子 那那个带子呢 就送去参加一个大学城的比赛 他那首歌没有入选啦 但是我好像声音被听见 声音被听见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20岁的时候 我就和大学城就一起参加那个合集 然后21岁我就去参加 第五届的大学城创作歌要比赛 我就得最佳演唱 那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 日本的一些经纪公司就透过大学城说 想找一些完全素人 他想要重新去打造 培养 对 再到日本 那本来都已经在谈了 就后来我刚刚就讲到 因为我父亲的晚年 其实还蛮辛苦的 那一天那很乱 就是他会拿着铁锤 就是想要跟我妈妈一起睡 铁锤就是要打开我们反锁的门嘛 这样子 对 会情绪失控这样子 经历过这么多的煎熬 直到有一次 我爸爸只是一个非常轻微的感冒 这样子 然后就是肺炎就去住了医院 可是那天我就参加歌唱比赛 所以才会没见到我爸最后一面 本来我已经要去日本受训了 就突然我爸就过世 所以我就要处理丧事 延了一个月 那后来我父亲丧事忙完之后 本来我还有点害怕 可是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 我觉得我不想待在台湾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义无反顾 没有关系 就先到那边去 对对对 但是我很感谢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那边 那去日本的训练生活 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希望我唱五轮真弓那种路线 就比较悲悲苦的 那个很厉害 对 他希望我要往这个方展 那我们都会被一直带去 看不同的演唱会 看好多不同类型的演唱会 然后每次看完演唱会 他们就会问我说 你们看了以后是什么心得 所以让我们看 然后第二个 他会帮我们去安排声乐的老师 还有爵士舞的老师 对 就是歌唱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日文课 还有就是有很多的拜会 然后有一天你知道 你有一天要有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就是日文歌 那压力就很大 所以那一整个月是非常充实了 就一个月 对对 本来是两个月 但是因为我爸爸过世 你晚去了一个月 对 所以我可能有一些的重要活动 就全部挤在那一个月 所以我那个月就是 其实也挺紧绷 但是我也 但是还好也可以就立刻把台湾 所有的压力都忘记 对 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 我要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那个日本的制作老师 他就请了中文翻译 就说帮我带到 他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我就很害怕 我不知道是我家里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 还是怎么样 其实心里面很忐忑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办公室里面 再更深的一个内饰这样子 对 怎么了 可是没有 因为有中文翻译在 我比较不害怕 是喔 对对 要我节制 要不要出唱片 还是要回家 突然就很复杂 日本也有潜规则吗 对对 我跟你讲还好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特 我觉得到处都有潜规则 可是那一次 那个日本制作人 他应该 也应该是有潜规则的 可是他对我是很好的 他可能就看到我的人生 就是有很多的跌宕起伏 然后他就 他就说我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这一个月都在观察你 那我知道你父亲刚过世 你其实是很悲伤的 可是你忍住悲伤 就是努力地去达成 你这个月应该要达成的目标 他觉得很感动 他就说你要回去之前 我觉得我一定要告诉你 就是你有一天 你一定要用这种勇敢的精神 你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 然后他就鼓励我 你要永远记得这样子的 一个大无畏的精神勇往前进这样 从来没有人给我这种鼓励 你知道吗 突然那整个月 包含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也没有掉泪 我也没有力气掉泪 然后就突然所有的那种压力 到那那个 突然怎么会有一个 戳中你的心 对 就是一个外国人 外国叔叔 突然就跟一个小女生讲这些话 然后你就真的 泪崩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都好安静 一直拿着卫生纸给我 然后就让我在那边安静 一直哭 所以我觉得这个 让我觉得 而且我有很多学习 然后当时的很多压力 真的好像人生的三温暖 但是要经得起 后面才有机会成为人生的赢家 我们这边先回命理题 问一下李玉菲老师 老师 哪些心灵笔画的人 总是 他总是承受得起 人生的三温暖 他可以变成赢家 是 其实在生活当中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 永远是一马平川 顺风顺水 多少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只是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这个人自我修复能力强不强 当然修复能力很强的人 他就成为赢家的特质条件 就比较多了 那要成为赢家 他必须要有条件 那老师这里只列出两项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把你人格总格的比划 拿出来看看 你是不是具备了 成为人生赢家的一个条件 所以当你的人格总格 分别出现了 11 15 20 大天的23 25 31 35跟38的人 其实人格总格 有这些比划的人 他的成就动机是非常强的 他们觉得 当面临到挫折的时候 我如果不去解决他 而我去逃避他的话 那么下一次挫折来了 我还是一样解决不了 那与其这样呢 我不勇敢地去面对他 这样一来呢 一来我学得到经验了 还有一个呢 他会觉得自己 很有一个成就感 那其次呢 这些比划的人 他们很会跟自己较劲 不服输的一种态度 其实像我们的生活当中 难免都会有一些 螃蟹的亲友 那什么叫螃蟹的亲友 那个故事是这样 有一个老板在路边 卖螃蟹 那那个螃蟹呢 就一直往外爬 就一个叠一个 一个叠一个往外爬 那有一个人来买螃蟹 他看到了 他就看那个螃蟹 已经要爬出那个水桶了 他就跟那个老板家说 老板老板 你的螃蟹要爬出来了 那老板说你放心 我卖了这么多年的螃蟹 从来没有一个螃蟹 可以逃出生天 逃出这个缸的 他说你去看 当它要逃出来的时候 下面的螃蟹 就把它给勾下来了 那意思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亲友 有的是好螃蟹 他的关心 他阻止你 他真的是为你好 有的是见不得 你好的好螃蟹 当你要 他觉得你好像会成功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一些 负面的思想 你不要去做 这个你做一定会失败的 那对于这些 比划的人来讲 别人跟他说 算了吧 你还是不要吧 放弃吧 你已经面临那么多挫折了 你还是另外找一个出路吧 可是这他们认为来讲 如果我这样放弃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成功 那我不去 去试试看 我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很喜欢挑战自己 所以他们会把难题 当作是一个习题 所以有问题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放下身段 去请教别人 那从请教的过程当中 他也得到了经验 他也得到了一些学习 所以这些比划的人 他们自我修复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赢家 他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反过来讲 如果说今天一个人 他自我修复能力很弱 即使面临到一点点的挫折 在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天大的困难 所以完全是在于自己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会成为赢家 是因为他能力过人 当然那个时候的状况是 那种留言是非常非常恐怖 就是他们会讲说什么 留言说你是过去过往 能够大学毕业是你都看 隔壁同学的作业才有办法毕业 就是严重的否定 然后后来还跟你讲说 你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个行业 你懂不懂什么是比格原理 就开始讲一些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会成为赢家是因为他能力过人 人格总格分别出现了21 24 32 34 37 39 45跟52的人 其实人格总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思想敏锐 而且理解力很强 他又是一个行动派 你不要看他们平常好像一副就是很不拘小节 其实有很多事情他们全部都放在眼里 那他们的行动力呢 你平常就看到他们在工作上就看到 针对这些笔画的人 你千万不要轻易地去跟他们放鸽子 或是长长地迟到 他们最痛恨迟到的人 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人 他觉得这个人的信用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会在心里面打小叉叉 是 因为讲好了 然后你没有给他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你不要说动不动就说 你一次塞车 两次塞车 台北市塞车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能够 让他相信说服他的一个理由 要不然的话他是打折扣的 好 那他除了行动能力很强 聪明机灵 就是他做事情 他不喜欢拖拖拉拉 他想好了 他评估好了 他就大胆地去做 放手地去做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他再来去评估 自己到底行不行能不能 他希望他的能力是借由自己尝试过后来证明 而不是能力借由别人的口中来说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其实从别人的口中说有能力 就有一些都是经过包装的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力很迅速 而且他的观察力很敏锐 他能够听得出来别人的弦外声音 画中之画 那再加上自己在能力上面这样的一个一集合 所以这些笔画的人在职场上面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者 那不管在笔画当中你对到的是不怕挫折或是能力过人 这两个 只要你的姓名笔画当中有这些笔画在 你都是具备了成为赢家的一个条件 给大家做参考 好激励人心喔 真的 而且挫折会转化成为养分 真的 对不对 大天也是 大天说去年 你去年因为一个MV抄袭的风波 有影响到你吗 这个影响蛮深的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朋友 他想要自己出钱做歌 然后就因为认识 他就想找我帮他做整个就是一条龙的服务 就做好歌 然后又帮他拍MV 那他有一个方向 那你等于就是制作人 对 那可能专业的能力真的有点不足 他当时提供了一个参考 然后我就用这个参考去做一些更动 然后这样子拍出来的东西 因为那个参考是一个韩国非常大的巨型 是IU的MV 那那个MV一出来之后 他们就觉得极度相似 然后那个我记得很清楚 是当天下午 在那个年轻人很常用的那种Dcard那种网站 就开始热烈的讨论这个超 他是不是这个就是抄袭 然后后来新闻就开始报导 就所有的不管是韩国的粉丝 还是台湾喜欢IU的粉丝 都一起来骂你 自己事后也是觉得 的确是自己专业度上面的不足 因为真的没有做过 那一做之后才发现 原来自己过往的这种创作历程 其实是有很多盲点 因为以前一开始我是做搞笑表演 那你可能可能看到某一个表演很不错 你想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 那这样子在搞笑的表演里面 可能对大家来讲 可能没那么严肃 像现在讲的什么蹭光彩 或是二创等等之类的 这些可能大家觉得 这些东西可能 如果你放在 比较诙谐的表演中 他不是用这样的角度看 可是现在不是又有讲说 我是跟他致敬 也有人是这个 是不是有这样的讲法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那个已经骂到 你已经没办法说你是致敬了 那当然那个时候的状况是 那种留言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就是他们会讲说什么 留言说你是过去过往能够大学毕业 是你都看隔壁同学的作业 才有办法毕业吗 就是严重的否定 然后后来还跟你讲说 你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个行业 你懂不懂什么是彼得原理 就开始讲一些 彼得原理是什么 他就是等于说你在一个群体之中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在这里做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你是完全不行 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你也透过网友学到了很多 很不可思议的知识 甚至他们那个已经沿上到 连那个原本的那个韩国MV的导演 都来我的Instagram留言 然后说他生 如果你说你是创作者 我感到很失望 但是那个留言就是 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 绝对不是为了要去抄袭他 但是做的结果是构成了抄袭的这个 因为任何人来这个行业表演 没有人会想说 我要丢一个负一百分的东西 来给大家看 一定是想说 我是朝着一百分的方向前进 但只是方向错了 后来我的老板小燕姐跟我讲说 你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学习到 创作这件事情是没有捷径的 因为当时是多恐怖是 我看了那时候在我朋友的工作室 我就看了窗外 然后看了这些留言 我想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 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 改变我这个形象的事情 有不翻身吗 有这么严重吗 会对自己的生涯感到有点失望 就是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等于丢了一个病毒 到网络上的感觉 覆面 然后大家以前都觉得 那天你表演很好笑 然后你又写歌又怎么样了 但是原来你是抄袭的 会这都不是什么好事 就谁不想要活在某一个东西的 阴影下面的那种感觉 那你后来从这里面 你自己整理出什么 小燕姐的提醒 再加上周遭真的有很多好螃蟹 真的有很多好螃蟹 所以螃蟹是推你的 那些人他创作这个部分 小燕姐已经给了我一个 非常好的启示 那另外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告诉我说这种网络的留言 其实你把手机关上 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真的会跟你面对面告诉你 你哪里对哪里错要修正的 是真的跟你吃饭的这些真实世界的人 而不是网络上面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宣泄的管道吧 他们觉得来这边一起宣扬正义这件事情 他们也算为了社会尽一份力 但他们可能忘记他们留的言 是真的会让人会有不好的念头的 我那时候真的看在窗外想说 是不是要结束这个 有一度有这个想法 就一瞬间散过 你会喔 因为没有做过这么烂的东西 你懂吗 对啊 因为你没有被这么多人 这样子批评过 恶毒的攻击 对 真的会有一点受不了 对 就是那个瞬间是真的 我觉得完全能够从这个事件理解到 网络的力量是多么多么可怕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骂人家很容易 然后又 也很容易把人家对自己的批评放得太大 对 这个都要小心 对 蛮清楚 但是来问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新做的人 2022年就要摆脱衰运了 可能是转念 可能是真的是好事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体板 2022年就要转好运的这个星座朋友 就要脱离衰运了 那么这个有上榜的朋友 都是在2021年运气比较弱的 但是来到2022年 整个运气就是要大奔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参考一下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那么第三名上榜的星座朋友 恭喜是巨蟹座的朋友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2年要摆脱什么样的衰运 转好运呢 它是属于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1年 其实一度有一个非常好的事业风光 但是来到2021年的下半年 巨蟹座的事业运势 稍微遇到了一些寒流 遇到一些冷风 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 那么这种 波云见日的机会到了2022年 可以正式打开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是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1年还是持续受到一些疫情的影响 让你的工作不稳定 或者是你的产业比较不稳定的话 那么到了2022年能够正式脱离衰运 能够获得好运气上门 在事业的部分可以多加期待 那么不要去受到朋友对于你的负面评价 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级上升星座 可能上帝也有一天有感动 就是要我开始要把东西丢掉 我就有空 我就开始丢 那我就再慢慢丢了 上帝都看不下去 对 那我就有空 就一直丢 一直丢 一直丢 后来反正最后 我真的也后来就丢丢丢 就录剧丢了还蛮多的 我跟日本的收纳达人 他曾经就写了一本 他说他好多的客户 就是真的断捨了之后 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家就出现 后来我再次看 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级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2022年也要脱离 衰运转好运的星座 这哪一个部分呢 是在财运的部分 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2022年获得了财神的眷顾 而且呢偿还了债务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是水瓶座的朋友 不管你是自己经商 或者是说你是呢 有一些房屋贷款 或者说有一些银行卡债的问题 或者说不是你的债务问题 是你家人的债务问题 在2021年 如果说此刻你非常觉得沮丧的话 那么没有关系 到了2022年你都会获得财神的眷顾 能够脱离一些欠钱 被人家追债 或者是家庭里面 因为一些金钱的问题 争吵不休的状况 因为2022年呢 你会有非常好的财运出现 别人欠你的钱呢 他到2022年会真的非常诚实的还你钱 所以财务的平衡呢 可以获得满足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 或是来宾 有没有人上榜 双鱼座的 我们看一下现场呢 可能没有人上榜 可能是观众朋友 双鱼座的朋友呢 在2022年呢 能够获得一些好运气 能够脱离睡衣 什么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是才华受到肯定 受到了重用 那么这个双鱼座呢 如果是你是做创作的人 或者说你是做一些创意的 你是做行销的 你是做广告的 都能够非常好的 获得一些创意上面的一些灵感 你的作品 你的才华 在2022年呢 能够获得贵人支持 你也能够更加的有名声 有名气 有上榜的朋友 水瓶座 巨蟹座 以及双鱼座 2022年都能够顺利摆脱 睡衣 做好运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来 讲到说什么 买房子也会改变 一个人的人生 这何方你是 有一阵 你开始学会断舍离之后 你才找到了 自己理想的房子 我其实2008年的时候 我有差点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它是在高架桥的旁边 那时候我会请牧者 牧师去稍微看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牧师觉得不是太平安这样子 我们会请老师看风水 然后基督徒会 会去感受一下 属灵的空气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我当时已经 缴了一个定径 他说可不可以退 那我说好像不行 那我说因为已经过了一个 什么期 后来我就想哪有那么严重 我就想说我就不理他这样子 但是后来很奇妙 我父亲在大概21岁的时候 他就过世了嘛 所以那个东西好久以前了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表哥 有做抛弃继承 后来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 就一并所有团圆都清掉 那个时候突然发现 我爸有一个文件出来 就是说那个抛弃继承 是没有办清楚的 那我刚好就有感觉上 我有个房子你知道吗 感觉上就有不小心继承到一个 可是我有一个房子 那我爸爸好像有 我们抛弃继承没有弄得很清楚 那我爸爸有一个债务 突然之间好像快要到期 银行就要来追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我就不晓得 所以后来我就去问了 好多律师什么的 后来发觉就是问了五个 然后有三个就觉得说 我的那个房子可能会很有问题 我那时候真的好紧张 就怎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最后就硬着头皮 就去跟这个房众公司他们谈 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房价真的标得很快 所以我就包他们一个红包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退了一个钱给我 可是他们很快把那个房子卖掉 可是从那次我有点吓到你知道 那后来就算最后就是 赶快再一次去把我爸爸的 那个抛弃继承 那办得干干净净 确定就是我抛弃继承 可是我觉得就有点阴影 我就觉得不敢当下这么快的 再去买房子 后来我大概在三四年前 那时候我忙常开刀 可是没有开得很好 我就觉得我失血过多 其实我身体不舒服 那就阿扎你知道吗 身体不太舒服 就看这个看这个就不太开心 然后也慢慢 我觉得可能上帝也有点有感动 就是要我开始要把东西丢掉 我就有空 我就开始丢 那我就大概慢慢丢了 上帝都看不下去 对那我就有空 就一直丢一直丢 后来反正最后 我真的也后来就丢 就陆续丢了还蛮多 大概也丢了好几瓶的 有的送人或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那真的好像有一天 就不是在我常常去的那个地方 看的那个房子 我只是跟一个朋友去一个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住的地方 我们只是就去那边逛一逛 然后他就说 这边有一个房子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我说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看我真的觉得也不太适合 可是那个仲介好妙 就是我跟你讲 我真的算你很便宜 我告诉你某某某在哪里 特别讲超清楚 他就说你去那边看 你去那边看你就知道 我算你有多便宜 什么叫某某某在哪里 就是我去看了A的房子 那个仲介 我们后来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觉得不合适 那个仲介说 我算你很便宜 那我告诉你有一个B的地点 那个B的地点 你去看 你就会知道 我算你很便宜 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物件又比它要好 还比它便宜 就看一看觉得 就好像蛮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地方 然后因为他们也快玩瘦了 那我朋友就帮我去谈 其实这好像都真的都可以谈 然后最后就是因为玩瘦 所以最后就谈到一个 我自己也很满意的价格 就一点都不复杂 然后你的家就找到了 就成交了 后来那个有一个马里会有没有 有个日本的收纳达人 他曾经就写了一本 他说他好多的客户 就是真的断舍离之后 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家就出现了 后来我再次看 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比较 这么神奇啊 大家回去丢东西 真的 我真的觉得不要让那个 都丢出去 然后清空 清空之后 才会有 才会适合你的东西进去 我觉得好像一个对的状态 才会就衔接上 我好像 至少我给我鼓励是这样 那大天 那你本来是租房族 结果后来也买房子了 对 我那个时候 那你丢了什么 我丢了一个租的房子 真的算是丢了 因为那时候是已经住在那个地方 已经习惯了 就已经想说 住了四五年了 那感觉也没有任何想买房子的想法 但是就想说 是不是住在这边 应该要重新布置一下租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想要添购一些家电 到家里来 然后想说把自己的房间弄的那种 换个新的电视 然后装个家庭音响 一装好之后 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我以为是 是什么不能装音响 还是什么事情 他知道了或什么 结果他打来是说 他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我说 那突然间就有一种 你正想要安顿 但是他想要你离开 他说没有 不急不急 我明年才要卖 但是我先跟你讲 我就是要卖 那他也很好心 对 然后那时候同时间 刚好张立东他也买房子 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 当我一开始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 对我来就很震撼 很刺激 就凭什么你都没有 我还没有想到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不是凭什么 那个是 就是想说你这么会玩 你每天这样子 一直玩一直玩的人 你竟然是有在为这种事情 在打算的人吗 然后让我很吃惊 让我说这是不是 就是应该要成为一个男人 该有的一个节奏 所以我就有思考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一天早上就是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有一种 很迷惘的感觉 因为知道说要搬家了 然后也不知道要搬去哪里 然后我就一个人就走在路上 就看到一间叉叉房屋 我就想说我要进去开始了解 这一块的事情 我就直接走进去 可是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连怎么开口都不会讲 对 那我想说我就进去假装 我对这件事情 要做一些了解 就是也是低头去问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开始 问爸爸 爸爸也很久之前买了房子 他现在也没房子 所以只能自己来重新做这个决定 就慢慢了解 然后再去问朋友 有没有认识的房仲 就起码知道头期款 这些费用加加 一开始到底要花多少钱 所以就遇到了一个 还不错的房仲 再带我去文山政大那边 然后那个地方 其实确实整个社区的状况 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房仲也很用力地 帮我谈那个价格 一开始是1480万的 那个屋主出这个价 然后他就直接砍他200万 直接砍 然后那个屋主也傻眼 但之后他还是同意了 所以就真的是 蛮缘分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当时 你爸爸住惯了大房子 对 那你 所以你要买这个房子 这个是几瓶 这个大概 室内的实际瓶度 大概24左右 20多瓶 所以爸爸其实小 以前住的 因为我爸爸就是很想要住大房子 因为以前 那个奶奶留下来的 那种眷村的房子 都是比较大 后来就拆掉了 就是里面都很空 还有楼梯 他就已经从小就住惯这种 然后 你的爸爸耍性子 问题是爸爸也不问 现在房价一平多少钱 爸爸也不问我口袋有多少钱 不问我多少钱 我要大的 我要大的 我要住大的 这个太小了 对 这种热性的长辈怎么办 那一进去空屋 空到一个爆炸 然后想说 他就一走进来 他就说 然后我跟房仲三个人 在那个空间里面 就 讲那种很小声的话 都会听超清楚的那种 因为很小 对 然后他就跟我 他就讲说 你如果要买这里 我就不来住 然后他就 那等一下 长辈这样讲话的时候 有一点亲情的威胁 那他如果不来住 他可以去住哪里 我常常建议说 当你家里面 如果没有那个空间 可以去安坐的时候 宁可不要安 没有安没有急凶嘛 一安就有急凶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让他达到长风俱气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就跟我 他就讲说 你如果要买这里 我就不来住 然后我就 那等一下 长辈这样讲话的时候 有一点亲情的威胁 那他如果不来住 他可以去住哪里 也没有地方住 那 在长辈来在长辈来 他就买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买了这里 你就想办法 再帮我去别的地方 再租一个房子 可能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想 然后那时候 房仲也很尴尬 然后说 对方的家长这样说 那应该是没什么希望 我就慢慢 臭过他旁边说 我装潢好 他还是会来住 然后果然装潢好 他就乖乖地进来住 而且他那个时候很好笑 我们那时候装潢 到一半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监工嘛 然后一进去 他就开始数落说 这怎么这样装啊 这怎么装成这样 然后工人们 都也很尴尬 就无止境情绪勒索 但是整个装潢完之后 他就 还把所有的 那些装潢的照片 发到网络上说 儿子跟设计师的杰作这样 就是其实爸爸 还是很开心 对 他还是很开心 说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对啊 这要住吧 他这个前后 前后差异其实蛮大的 真的 对 就是 然后我们就是 原本家里都有神桌 我就是想说 在这样的装潢里面 就不要再用一个比较 那神桌放哪里 就放在这里 就把它坐在家具的那种 把它变成一种装饰的一种 因为现在都有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这样是二十几平 这样有两房吧 两房 两大房 因为原本是三房的空间 我把它隔成两个 对 也是特别就是也有请 张老师 张维东老师 去帮我家里稍微看一下 对 因为主要是神桌摆的位置 他那个毕竟不是订好的 所以他一定要去算 他那个神桌大概 是是是 所以买了房子之后 会改变你这花钱的态度 男生也会有一些 想要买奢侈品 周章也会有些朋友 就是都穿名牌的 公仔啦 或球鞋啦 球鞋 对 衣服 男生也会有衣服了 潮牌啊 这些衣服很贵 加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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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一捆 其实你回家 你乱买东西捆一捆 你把这些东西堆在一起 这是一瓶土地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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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觉得 而且其实好像后来想想 你真的不用买到这么多 就所有东西都会想说 原本是要花出去 想说只是穿在身上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应该花出去之后 是放到这个家里面 然后说买一些 现在也买那种 就是那种已经 就是那种脚踏垫 就是洗澡出来的那种脚踏垫 你都会觉得买一个放在家里 哇 好开心哦 就是这东西 这是我家的 而且我走出来 我就能够立刻使用它 那一些名牌的衣服可能 然后就穿一次活动 你不可能每次十次都穿 同一件名牌的衣服 在同一个活动 那其实搭一些简单的 其实这也OK 所以买房子会让人更安定 龟属感啦 会有觉得心比较安定 躺在家里就说 哇 这个舒服的感觉 是我自己花钱获得的 就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那你才两间房间 你到时候结婚怎么办 现在是 就只能再努力啊 但那时候房仲也很好心 因为原本是有两个房子在挑 我爸就想要买大的嘛 所以一定有去看一个比较大的 但是那个价格一跳就跳六百万 就觉得哇 这个 然后房仲也讲得很好 他说第一间房子 真的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你就先买一个小的 过来几年你真的能力充足 你就用小的再换中型的 对 所以我觉得遇到的人真的还蛮重要 如果人的房仲就说 那他也赚了抽成也比较多 他当然可以去谈一个稍微贵一点 然后松庸你买贵一点 但他却推荐我买一个 比较适合我现在能力值的 赞 赞 赞 OK 来 陈贵老师 我们摆放神明桌 在风水上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可不可以像这样子 就是不要那么传统 然后把它变成摆设的一种 神明的座位 安坐在的风水上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来介绍第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拿出来给各位参考 就是常常会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神卫需要安坐在 长风聚气的地方 看这个 你看这个房子当中 这里是门 进到厨房的门 这边进到房间的门 是 那这个房子进来之后 神卫就安在这里 左边的门 右边的门 我坐在这里 这边是一个门 进到房间 进到厨房 这边进到房间的 这个气 这不对吧 对 所以我们说风水以来讲的时候 气就讲长风聚气 就是水 我们刚才观想成什么 水流 这个水流能够让它在这个地方能够凝聚 那才能够 我们的财气才能凝聚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看水从大门口流进来到这边的时候 要来到菩萨这个地方 它往这边就流出去了 这边又流进去了 没办法达到气凝聚的空间 是 就不长风聚气了 老师 那叫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大家看到平面图 它唯一能放的地方 这边是厕所不能放 这个厕所不能放了 没地方放了 这个不能放 这个是五王观萨 正前方 正前方你不能安在这里 正前方安在正前方 一个房子的比例 这是一个正前 正前的位置就像我们口臭 鼻臭都在这个地方 安在这里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冲击性更大 所以这个房间只有这里可安 但是一定要特改 像譬如说 它这个墙壁并不够大 但绳桌太大 是 绳桌放小 把这个地方 就像大天他把 放得小小放了 但是如果放了一样 这两左右都是门的时候要怎么办 怎么弄 到房间这个地方 因为厨房进出会比较多 是 你从这边拿出来 这边餐桌了 那从这边进出厨房 那这个房间 你在这个地方加一道屏风 绳桌坐下去我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屏风挡住 让它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感 有一个L出来的时候 气流流到这个 你看水流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切角材 水就会在这个漩涡 那就达到长风聚气 才能守得住 是 那如果两边的时候 像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成两株 这个做两边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种压迫感 因为空间的墙不够大 两边这边门我也做一个屏风 这边也做一个屏风 神会就挤在里面 那屏风很高 就形成一股压力 所以这个只要做墙这边的屏风 对 做单面的就可以 我常常建议说 当你家里面如果没有那种空间 可以去安坐的时候 宁可不要安 没有安 没有吉凶嘛 一安就有吉凶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让它达到长风聚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上 神位上方不宜有梁杀 所以有很多的房子 你看这个房子 安受神位很漂亮 这边有空间 这边有空间 坐下去两边都很不错 而且都是墙 但没有压迫感 很舒适 但舒适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注意看 上面 梁 上面梁就刚好在神位的上头 所以梁加在神 菩萨坐在这里 就一个梁在这个地方 风缺 梁是什么 风 就是气流 气流拿到了梁的时候 它就会下来 风缺缺到菩萨的头顶上 那这种情形就代表压梁 神位压梁 就会带给你的身体状况 很多的问题 身体常有的意外 血光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 很容易癌症现象 因为它有一个梁柱下来 压到菩萨 就代表家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 就产生这种肿瘤 所以这种情形说 你住家里面安菩萨 安神美的位置 上面不宜有梁压制 第三个我们可以看的 神位安坐不可以阴阳措置 什么叫阴阳措置 我们看这个神座 这个神座你们看左边 这边是他的左边 这边是他的右边 这菩萨他安安置于在左边 右边安置了祖先 所以我们神明菩萨为阳 祖先为阴 阴阳不能错字 结果他把他阴阳之后放在 那这些人会安置的 这个方法常常是什么 都是一些冬季案的 我们就知道在台湾看的时候 都是那些鸡童 他们学神明教的 他就给他放了 那放了之后会有什么状况 就产生家庭里面比较不和谐 常常有莫须有的毛病 莫须有的毛病是会产生什么状况 常常家里面这个人本来好好的 你去检查好像检查不出什么病症 但是他身体就会患了很多问题 那家庭的和谐 一定这个家庭里面有兄弟 兄弟就不和谐 那阴阳错字就会产生 伦理不好 伦理不好 由于兄弟以后 个人的意见 想法都会 常常就会错字开 所以这种家庭的和谐度 就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可以不安 但是要安就一定要安置好 好 谢谢谢谢老师 休息一下这段款 马上回来 一旦遇到真正是让他觉得对的感情 他想要稳定下来的话 他就会把这份浪漫 这份专注 或是这份对爱情的未来的这种憧憬 全部投射到这个对方 这个对象上面 那么这种寄托的感情 对于他自己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 由男孩慢慢变成男人的这个过程 他觉得说 我一定要对这个感情要认真了 欢迎欢迎 你好 随着年纪的增长 感情观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何方你现在对感情的态度 很随缘 很重点是 妈妈的一番话 完全影响了你 对 因为我妈妈其实以前是一个护士 然后年轻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独立 那可是因为他学历不是很好 我觉得他对他自己没自信 他本来有很多医生想追他 或者是说 当时其实有一些条件很好的 想追他 那我外婆也没自信 就一直告诉他说 那人家条件这么好 每次我们不要加医生 不要加医生 我们建设公司老板 没有 可是 没有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当然还没有创业 刚开始就是一个 等于是在经营那种 建筑材料行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老板这样子 对 然后是高开明 高纸吧 类似 那也不差 也很好 没有 可是就相对之下 我外婆会觉得说 人家是医生 你如果我没真的讨历 讨历在管这样 所以后来 那我爸就比较大男人 那所以后来 可能事业很大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有对我妈太好 就是用金钱 有点在掌控我妈妈这样子 所以我妈妈其实也蛮辛苦的 那等到我妈妈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有一天就我一个人 跟我妈妈在病床 他只跟我交代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尊重你 不能爱护你 你就单身没有关系 他没有去担心我任何的事情 他就只跟我讲这句话 我当时觉得我妈也太 她是一个这么传统的女性 可是她用一生 就给我一个忠顾 所以我现在就是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想去认识 只是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男生女生的爱情 有时候真的那种 天雷勾动地火 了不起三年就烧完了 那我是真的会好好想说 如果烧完之后 真正让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 到底是什么 那我希望慢慢走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速度 很多男生真的他要很快 就是你如果慢慢来 现在很难 现在还是说一换个脸书 换个IG照片一划 就烧完了 对 就是我觉得 现在很多男生就觉得 好像想跟你聊一聊 好像可以 他就觉得我们要赶快往下走 可是我就觉得 我不想那么急 我觉得我比较想了解 是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可以走比较远 我们到底要怎么个走法 真的他试一试 他觉得你不打算跟他这么快 他很快就去找别人 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我没有办法那么快 所以你觉得单身 虽然单身自在 但是单身也有 单身也有他的一些 单身不能身体不好 所以我现在很重养生 我那时候 有一天礼拜五就突然痛 然后就是廊长开刀 但是那次没有开得很好 就伤口很痛 可是我节目没做完 我没有 就我礼拜五开刀 我顶多能休息两天这样 伤口很痛 礼拜一我还是得 很痛我开车这样 弄一下 因为我是吉普车你知道吗 晃一下那个肚子就 痛到你还是得 冒着冷汗 还是得开车去电台做节目 不是 没有人可以帮你带一帮 因为单身就必须坚强 没有人开车带你去看医生 啥你全部 自己 全部都要自己 对啊 你也是要带你去买菜 来煮鱼鱼汤这样子 你就觉得 如果是两个人就可以 好痛啊 你都没来给人笑笑 对啊 怎样 但一个人你是 你的靠腰 对 就会 爱也没好 就要偷偷 大家去买菜 也去煮鱼汤 怎样 听到要死 你也想要 看一条东西 所以你就会发觉 单身就是不能身体不好 真的身体不好 是没有人带你去看医生 真的有个伴的好处 真的最大的关键是 看医生 不是就是万一你有些什么 有伴的好处看医生吗 不是总是有个老伴 你有个什么困难的时候 相互扶持 有一个扶持的伴 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 那个时候会有差 真的 通过也是很实在 来 这篇讲 感情大天 恭喜交了女朋友 这 我是看到女朋友 女朋友很漂亮 哇 身材这么好 哇 竟然在节目上 曝光这个照片 原来是凯沃的模特刘芙 对 刘芙 对 但媒体很坏 媒体没有给你祝福 我后来汪夏华才发现说 邪心勾女魔脱鲁 然后 邪陈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 让他们嫉妒你了 陈大天恋情 吕被打枪 说前女友嫌你开中骨车 不可靠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都不要去看那些网络的 是我的演艺生涯的业障 就是以前太常在节目上说自己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所以记者媒体 他们才会用这样的东西去发挥 不然也不好下标嘛 恭喜 这没什么没有人会点来看 只有托鲁这种 大家才会想要看一下 对 你跟女魔女友怎么认识的 那个时候准备演舞台剧 然后我就那一周安排了看两出舞台剧 就突然间 我在准备舞台剧做那个剧本的时候 阿肯打电话来说 今天晚上有个舞台剧你要不要看 我就说我这礼拜已经看两部了 我要看三部我这么认真吗 他说你到底要不要看嘛 然后我想说在哪 结果那时候我正在公馆等我爸爸 他说就在公馆 我说这么巧 有这么巧的事情 那好像也可以跟爸爸吃完饭 赶去看个舞台剧 其实在路程上面还算蛮顺的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舞台剧了 我女朋友只出现整个舞台剧 只出现三十秒 然后我说这个女生好亮眼 她是哪里来的 因为从来没看过这个女生 舞台剧里面只出现三十秒 对 然后我就跟阿肯讨论 这个女人是谁 因为我们都没看过这个女生 然后她说她也没看过 然后我们就查那个节目单 然后她就有她的名字 然后我就立刻Instagram 刘璞 刘璞 然后我就追踪她 结果她也回追踪我 然后约出来这个才是真实的面 不是用那种网路上那种 暧昧的讯息这样子 一直试探别人 反而不是那种 这次就是真的很认真 约出来 怎么约啊 我就 你不过去追踪她 她就回头追踪你 然后我就跟她先 先 约 咖啡吗 没有 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快 还是先聊了 给约吗 先 先聊了一个 先聊了一个礼拜 先互相聊聊一个礼拜 那都要聊什么 就是尬聊 就是那点 什么叫尬聊 尬聊就是 你一定在想 一直要拼命地想话题 看她会不会回你 后来就真的就是问她说 能不能出来约个下午茶 或者是看个电影这样 然后她就回我说 会不会有点太突然 想说这是不是就 到现在为止多久 讲这句话说多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有点会突然吗 然后后来隔了 隔了大概三十秒左右 没有问你 你在旁边说不太敢 我现在没有问你 你还不敢快出去 你还不敢 都没时间了 你还 对 我就是太慢太慢 好 继续 然后隔了三十秒之后 她突然就说 喝个咖啡应该可以 我想说 怎么突然 她不就喝咖啡吗 你以为是什么 对 但是后来我们交往之后 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一开始会这样子 原来是因为 当时她一开始是想拒绝的 可是因为她跟她妈妈 在讨论这个事情 她就说我要 因为她也想很多 她说这个男的 突然间这样约我是什么意思 然后她就会跟她妈妈分享 结果她妈妈就说 你也不用想太多 就交个朋友试试看 所以妈妈是 当时算是间接助攻了 那她有给她妈妈看你的 长相吗 对 你的社交媒体吗 有啊 就是电视上这个啊 这个大天啊 对 他有 他应该有给他看一下这样 妈妈说也蛮帅的啊 没有 妈妈应该没有特别这么说啦 但是就觉得说可以交朋友 然后后来就是真的约出来 她也觉得交谈上面 就觉得我不是什么坏人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靠一次 两次 三次的约会 她还是名模耶 176公分耶 跟名模约见面 第一次一个礼拜见面 出来会咖啡厅 会叫你好吗 不是 我觉得你打动她的那个 关键是什么 好好奇喔 对啊 好奇什么 人家本来态度就是开放 哪像你啊 这出道都三十几年 还像我不敢 不敢 你敢要回家 你把门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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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安全 下次我学一下说 那我喝个咖啡也是 可以 喝咖啡 对啊 你这怕什么啊 喝个咖啡可以啦 对 见面交谈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到底什么感动她 应该就是 真的很用心在培养这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友谊 然后就觉得如果可以再往前 你觉得如何 都是很礼貌性的问的 你问她如果可以再往前 但后来还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好像差不多了 所以我才就是跨了比较大步这样 什么意思 怎么了 每次都要在节目上说一次 都感觉好像做错误事败 我在车上感觉气氛不错 我就 提示了 对 就亲她这样 对 但当下她是想说 驾驶座亲副驾 对 亲这里 没有 亲 没有啦 他们就住在 他们住在那个 你等一下 副驾有何提 你知道吗 人家只有长在车上 你起来 你回家 你回家把门锁好 开车开戴和提袍 你回家 驾驶跟副驾亲到嘴 那要弯狠过去耶 要不然就是副驾本身要 嗯 对不对 我已经忘了确切的情况了 反正我 应该是我 对 就翻过了中间那个 那个 除和汉界 对 对 那当下她还蛮傻眼的 然后后来就想 我就问她 她就说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 我想说 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所以我就 亲完了才问啊 对 亲完了才问说 你有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然后你 但是她当下 其实我讲完之后 她也没有立刻答应 她还是想了 想了几天 然后就决定 要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她一开始 对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只是觉得我 我勇敢在追求她的 然后对于 就是态度很诚恳 至少这个举动完 她也没有觉得 我想要就是玩玩或什么的 就是算还不错 就是蛮珍惜这个缘分 对了 这也算安全没被告 对 因为很危险 其实还是有点危险 所以我才在节目上讲 这是一个不是太好的示范 对啊 你会碰到何方做 不行 也没有那么夸张 对啊 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遇到对的感情 人生瞬间大加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星座的题板 遇到对的感情 人生会瞬间大加分的星座 那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金星星座 来 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说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或金星星座 落在双子座的朋友的话 那么你遇到对的人 人生是瞬间会大加分 我们的大天的金星 就是落在双子座 来 我们看一下 双子座的朋友 是感情有寄托 不再漂泊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双子座的朋友 他在爱情当中 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 他总觉得自己 有很多的选择权 他可以去脸书上面 或社交媒上面 所有他新英的女生 他都想要去戳一下 去撩一下对方 他觉得说 反正我现在没有遇到 一个要专心谈恋爱的人 所有的异性对象 都是我可以去接触的朋友 但是对于双子座的朋友 如果说一旦遇到 真正是让他觉得对的感情 他想要稳定下来的话 他就会把这份浪漫 这份专注 或是这份对爱情的 未来的这种憧憬 全部投射到这个对方 这个对象上面 那么这种寄托的感情 对于他自己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 由男孩慢慢变成 男人的这个过程 他觉得说 我应该对这个感情 要认真了 我要对我们的未来 做一些基础 要对我们的这个 往后的人生 要做一些规划 这种不再漂泊的心 让双子座 能够快速地 在瞬间长大 这就是一份爱情 带给他的力量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跟金星星座 那老师呢 他这里选了四个招财的吉祥物 每一个物品里面 就隐藏着一个挂像 那他可以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 你可以逆转胜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它的外观像柿子 代表事事如意的聚宝盆 第二个呢 是很Q版的五路财神 第三个呢 他看起来非常优雅的一个流水盆 那第四个看起来非常霸气的 这个咬财天王 叫做霸王匹修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跟金星星座 如果是落在摩羯座的朋友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遇到对的感情 他的人生会瞬间大加分 为什么呢 因为摩羯座 他是一个比较冷酷的星座 比较慢热的星座 但是一旦遇到对的人 那么这一份对的感情 跟温暖跟幸福 会打动他 会让摩羯座变得更温柔 更体贴 而变得这种呢 就是说 我应该要用爱来去 关注对方 我要用温暖来去感动对方 我要为我们的未来 去营造出一种更幸福 甜蜜的爱情 这一份这种改变呢 其实是能够让摩羯座 从一种冷酷变得温暖的 最重要的过程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以及金星星座 如果是落在 牡羊座的话 我们这个部分大天又再度上榜 大天的太阳星座是牡羊座 牡羊座遇到对的人呢 人生瞬间大加分 我们看一下 牡羊座的朋友是什么呢 有人相伴不再孤单 我觉得大天以前 在单身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的时候 是感觉到自己很孤单 或觉得说很多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很寂寞 只能够陪伴家人 觉得爱情的部分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 但是呢 牡羊座一旦遇到对的人 他会告诉自己 原来我过去太多时间 都处在一个孤单跟寂寞的状况 我太多的时候呢 去让自己伪装 武装跟坚强 其实牡羊座的朋友 是很需要爱跟陪伴的 那么这种 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呢 让牡羊座觉得说 其实呢 就是说 让有这种爱情的陪伴 其实人生当中 会更精彩 有上半个朋友 双子座摩羯座 以及牡羊座的朋友 都是遇到对的人 人生会瞬间大加分的星座 以上给大家的参考 好 那接下来我们陈光老师 哪些风水摆设 可以让我们虎年好运不断 所有的摆设当中 只有一草云木摆在这个家里面 都会跟我们有相对的关系 所以 可以让我们在虎年好运不断的 风水摆设 今天介绍了 第一个就是 和夫三合之感情加分的吉祥物 我们要讲 讲要不要加分 好运要连连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是爱情感情 感情要加分 所以感情加分的时候 他一个人的感情要加分 绝对不是单方面的 他的有多方面 比如说夫妻一定要双方家长 所以这是三方面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三合 取救三合的东西 来做感情加分 那他的吉祥物是什么 马 因为老虎年的时候 跟马跟狗都属三合 所以你在这一年 你就叫马到成功 你希望说 在你的爱情上面 感情上 不管你现在最后 大天现在要追求女朋友 希望迈入结婚之路的时候 那这种情形 那就是要希望 三方面 两方面的家长的同意 大家都看得顺言 那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要三合 所以三合的时候 你就用你在这个流年的三合 在你的家里面去做摆设 那摆设就是马 你摆了之后 这马就会造就了这三方的合作 叫天地人合一 天地人合一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造就了这一个气场 所以对感情就有加分的作用 这是很好的对感情的摆设 另外 第二个介绍叫做 合乎六合的招财吉祥物 珠 珠的雕塑 我们要招财的时候 钱跟我的关系而已 所以钱跟我的关系只有两个而已 所以这两个相对关系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就要以单一的东西用六合 六合的时候是一直线的 所以我们三合就是三角关系 六合就是一直线的关系 所以这一直线的关系的时候 天人合一 那天人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说一定要用珠 因为老虎跟珠才能六合 老虎珠六合的时候 那我们用珠的时候 你不是要摆着珠 珠就是古代人农业社会 很散的事情 就吃这里最好了 不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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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除以就去喂珠 珠养大就可以卖钱嘛 所以那么我们另外一种 自然而然的老祖先就留下来的时候 珠的东西就摆上 它可以代表招财 那珠的下面要有一些金银财宝 你看它有元宝 古铜钱 珠的上面有雕塑叫古铜钱 或者有这金钱 那就代表珠能生财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一个虎年 能够好运不断财路一直滚滚而来的时候 建议你在家里面能够摆上珠的雕塑 但这珠的雕塑最好是能够在身上 能够有所吉祥的雕刻图腾 要有图腾才会造就那种能量 有些我们摆的东西当中 如果没有那种图腾 你摆了之后不见得会有用 不见得会有用 所以你要招财就要有财的图腾 不然就你买了一个木头雕的 或是陶瓷雕塑的 或是玻璃雕塑的 雕塑的一个摆在这个地方 就做招财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丢一些硬币 让它踩在上头 就是租带来财富嘛 自然而然可以在虎年 能够让我们财富远远不断 相信这样的摆设的对你虎年这一年 二年这一年的所有的行运 你的财富感情 都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加分 你照着这样去做 相信绝对能够得到帮助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谢谢老师 如果你真的不懂 不懂再次参考这里 《洪水圣经》 《洪水圣经》里面还有更多的招财 或是招感情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 你可以参照它《洪水圣经》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李玉佩老师 我们的易经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能够逆转圣吗 那老师这里选了四个 招财的吉祥物 每一个物品里面 就隐藏着一个挂像 那它可以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你在哪一方面 你可以逆转圣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它的外观像式子 代表事事如意的聚宝盆 第二个是很Q版的五路财神 第三个看起来非常优雅的一个流水盆 那第四个看起来非常霸气的 这个咬财天王叫做霸王皮修 如果你想要选一个招财的吉祥物 你会选哪一款 好 那大天你选哪一款 一 一 好 何方 柿子好了 也是一 也是一 好 来 三 好 我第四个 好 我选第二个 好 五路财神 好 好 那我就按照顺序 一二三四来揭晓 那我们今天两位特别来宾 选的都是 事事如意的聚宝盆 那未来在哪一个月能够逆着 是呢 这个挂叫做 它代表就是感情加温 逆转圣 这个剑挂它代表是循序渐进 你不要急 所以呢 这个大天抽到这个挂像 是超级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阴阳和和的挂 所以对感情是加温的 所以它有七十分 好 第二个呢 是笃灵选的 是叫做Q版的五路财神 那观众朋友如果跟笃灵一样 选的是这个的吉祥物的话 这个叫做 代表是什么呢 贵人相助逆转 其实萌卦它有启蒙 有开窍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你工作上面之前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未来一个月呢 会有一些有智慧 有经验的人来帮你一把 让你呢 事情也就平安度过了 所以呢 它有八十分 这个代表说 你向人请教 得到了一个善良的回应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 怪羽老师啊 好 这个流水鹏 如果观众朋友也是学着 流水鹏 这个挂叫做 这个叫做 元气满满 逆转顺 其实这个解挂 它有解除 也有解放的意思 也就是说 危险已经远离了 像有的人 他之前可能身体 有一些不太舒服 那经过一些调养呢 到了下个月之后呢 危险解除 就变成一个健康宝宝了 所以他有九十分喔 那最后一个呢 是艾菲尔老师得到的 那观众朋友 如果跟艾菲尔老师 一样的话呢 这个霸王皮修 他的挂叫做 三天大处 所以财运横通 一转身有一百分 大处挂 其实它就是一个 蓄事待发的意思 也是呢 茁壮的意思 那在前场上面茁壮 那当然就是财运好了 一百分 给大家出餐场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谢谢来宾 最后给您推荐 我们何邦的新专辑 翻墙的记忆 是 对不对 还有电子书 好 谢谢 感谢收看 拜拜